母亲得到的生日礼物 鉴定后将何去何从 我爸脸色立马就变了 就是说这个东西太贵重了 要给人退回去 他的成交价格是188.8万 祖传三代名识印章 与黄金比价谁更高 要么是田黄 要么就是寿山石 号称是印石之王 说一两田黄一两斤 一两田黄九两斤可能都不止 荡眼收藏江湖 论见华山之巅 这里是千年帝都 气势辉煌 大气磅礴 这里是大国心脏 兼容并蓄 海纳百川 世界级的文化遗产 国际化的现代都市 极具特色的地方文化 在这里和谐共存 层层叠叠的文化元素 沉淀在辉煌绵长的岁月中 使得这座城大气醇和 而又不失闲事清涯 这里是北京 北京国际海洋 大家好 欢迎来到陕西卫视大型文化收藏节目 华山论剑 我是主持人田田 欢迎您收看 掌声欢迎文化团鉴定席市场团的各位专家 欢迎 华山论剑 席卷全国的海选健保活动 正在火热进行当中 如果你也有藏品需要鉴定 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 点击线上健保 就可以请专家在线为您服务了 您也可以参与我们线下的海选健保 面对面的和专家交流 本场我们来到了北京天涯谷完成 我们所有藏品都是从这场海选当中选出来的 掌声有请第一位藏友登场 你好 主持人好 你怎么称呼呢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叫王鹏毅 王先生 看一下你带来的藏品 这是一对的 应该是一幅对联 对 七字岩 我们来看看 写的是什么呢 写的好像是 长山名以子龙卓 下一句 君志石游司马船 就是说呀 说长山是因为赵云在这 所以成了名山 这个君志是由司马船 他说的是什么呢 说的是司马仪 说的是司马迁 都不对 应该是司马光 因为司马光是北宋的名臣 他编转了一本书叫《资质中签》 就是从西州到五代 执政时期的经验教训 君志啊 这个就是君主治国嘛 可以参照 原来是这样啊 对 那这一幅作品 它上面写了 它是张伯鞠创作的 那张伯鞠又是一个名人 对 他在我们文化收藏界 也是鼎鼎有名的 是因为他在建国初期 就无偿向国家 捐赠了大批珍贵的文物 比如说西晋陆基的平复帖 比如说原代赵孟福 写的签字文 到现在依然都是 我们国宝级的文物 所以你怎么得到 这么好的作品 这个前段时间 我妈妈过生日嘛 然后她叫了一堆朋友 来家里吃饭 然后一个叔叔送给她 哦 那为什么还要鉴定呢 因为这个后来 我爸不是发现了吗 我爸后来打开这个 看了一下 然后脸色立马就变了 就说这个东西太贵重了 咱不能收 就要给人退回去 然后我妈这时候 也有点着急了 就说我过生日 这个人送的东西 我退回多难看呀 而且这个 这也就是个工艺品嘛 也没有多贵重啊 然后我爸就不行 如果真是贵重的东西 咱到时候还不起它 就是所以说 让我上节目鉴定一下 是真的假的 如果是真的的话 就让我妈给人退回去 要是假的话 就可以踏实收着了 对 那这一幅藏品 请您输入一个 心理预期的价格 藏有输入的是 0.1万 就是说一千块钱 对 这是我妈的意思 我妈说她就值个千八百的 收一千的礼物比较合适 决定藏品价值的是 它所蕴含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内涵 请文化团带领我们一起 长河携针 长河五千年 文明一脉传 今天这位藏友带来的是一幅 署名为张伯居先生的七言对联 我觉得每一个爱好文物 爱好文博视野 去过故宫博物院的人 都应该给这位老先生 深深居上一躬 有句话说得好 一个张伯居半个紫禁城 因为张伯居先生 他所捐的这些书画作品 的确抵得上 故宫博物院书画的半壁江山 同时他还有一部分的书画作品 捐赠给了吉林博物馆 可以说他的一生为我国的文博事宜 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今天的张一剑藏品 其实这幅对联 还有一个非常特别之处 里面它是一个藏着上款人姓名的对联 上联有一个长山的长字 下联是君治石油的君十二字 我们看一下他的这个上款人就是君十人凶 那么他送给的这个人 就是民国非常有名的一位记者 就叫长君十 说了这么多 那么接下来 我将会给这件藏品一个文化复制 文化复制已经输入系统了 请鉴定洗来变价时针 请您踏浪而行 有请 张国基先生对中国这个文博最大的贡献呢 就是他捐了很多的这个精品 喜宏先生说了一句话 叫做什么 中国民间收藏第一人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也有人说呢 是民国时期的第一大败家 但是他那败家呢 是请你自己的家伞 来为中华这个文化 做出一个非常大的贡献 他这有三方章 非常有意思 其实非常少见 这个三方印呢 一个是平复堂 平复堂呢 是他的一个摘号 这个摘号呢 是因为他得到了陆基的平复贴以后 是吧 花重金 买了平复贴以后 把自己的摘号呢 叫平复堂 这还有一方章 是一个刻着莲花 刘朗斯印 这第三方印呢 是一个张伯基先生的画像 上面的印文呢 是松毕老人像 从这个张伯基的印谱里边呢 也是可以扎到的 这个为什么要写司马船呢 写司马光呢 因为为什么 司马光呢 字啊 就是这个上口 军石啊 叫司马军石 他就是很巧妙的 把这两个字用在一起了 张伯基先生的书法呢 传世不多 见得比较少 但是这幅呢 是真是假呢 经我坚定 真记 我个人的鉴定结论呢 这幅书法七言对联 是张伯基先生的原作 张伯基先生这个体呢 叫做鸟鱼体 这个呢 是刘海素先生给他订的 对于鸟鱼体的我的理解呢 主要呢 就是它这个粗字啊 粗字呢 有点像鸟女的那个管枪 是吧 而它的那个起笔 收笔 细笔呢 像那种羽毛 就是写起来呢 非常潇洒自如 我给你一个鉴定估值吧 鉴定估值也输入系统了 来听一听市场团的分析 我们说到20世纪的收藏呢 在我们中国就要提到张伯基 我们查阅了一下相关的资料 在2018年 加德拍卖有一张小画 它的成交价格是188.8万 像这样的一幅长头联 这样的平常我们在下面买卖之间 也就是30到40万之间 这一件作品 还有一个特殊的地方呢 就是这件作品 它是原来的老装表 为了进一步保护这件作品呢 后来在原装表没有动的前提下 又进行了二次装表 就是保留了原装表的状态下 再来一遍表工 这对于保护它的原作呢 就是非常重要 可见这个当时的长家 对这件作品是非常之看重 我给你一个市场报价 它的报价是 35万 揭晓鉴定估值 26万 揭晓文化复值 26万 所以它的市场价格区间 应该是26万到35万之间呢 太贵了 太贵了 回去我还是跟我妈说 让她赶紧给人退回去 送礼还是要适宜 否则大家压力很大 对 这件藏品可以获得 《华山论件》颁发的 真品证书 恭喜你 有请 这是现代人故意做出来的模子的 看上去都没有动感的 知道吗 底部您看到了吗 这个底部的这个 这都是现代人为故意做的旧啊 这个胎啊 看上去以后呢 烧的都是过于致密的 所以说这也是新的啊 仿杭三彩的 这个不老 新的工艺品啊 有请下一位藏友登场 你好 你好 放在这吧 您怎么称呼呢 我是郭倩文 郭女士您好 您好 看一下您带来的藏品 这是一个印章啊 对 来给我们详细地介绍一下吧 这枚印章呢 是我老爷流传给了我母亲 但是我母亲呢 不太懂书画 我父亲又热爱于书画 所以就一直是我父亲在使用 然后我父亲不久前过世了 所以这枚印章 又流传到了我手里 嗯 也是在家里传了三代了啊 它左边刻的是 是竹字 然后右边这边刻的是 是一个人名 哦 这个名字我也是在网上搜了好久 因为不太懂 嗯 以为是 一开始以为是吕黄 后来才发现是黄吕 黄吕 嗯 那它底下我看 这刻的是什么字呢 好像是月旦梨花 还是淡雨梨花 我也不知道 它是什么材质的呢 因为我看它手感非常的温润细腻 而且颜色还发黄啊 我觉得应该要么是甜黄 要么就是寿山石 嗯 我们说这个寿山石和甜黄都是石中的名品 特别是寿山石当中的这个甜黄 号称是印石之王 说一两甜黄一两斤 很明晦的品质 我又太贵了 哈哈哈哈 请您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 来 一万位单位 藏有输入的是 一万五千元 为什么估这么多呢 嗯 我大概齐搜了一下 现在我是当寿山石搜的 然后它的价格好像是论客 几十元到一千元以上不等 我就取了个钟 这个是一百多颗 嗯 其实网上的信息还是真假难辨的 是 决定藏品价值的是它所蕴含的 历史文化和艺术内涵 请文化团带领我们一起 长河携针 藏有您带来的是一枚弦章 我们国家的印章的历史非常悠久的 目前公认最早的印喜呢 就是商代的时候 从这个安阳出来的 现在呢库存于这个台北故宫 那么这个古印喜呢 到什么时候进入一个高峰期呢 就是在东周时期 一般的情话都说为是战国喜 那个时候呢 就已经分成了官印和丝印 其中丝印里又分为 萧行印 姓名印和吉语印 这个吉语印实际上就是 贤章的前身 那么到了隋唐的这个阶段的时候 这个纸的这种运用已经很普及了 这样就给了它更大的空间 到了宋代 就是侠义的这个贤章 就是在宋代出现的 但当时也是这个青铜材质的 那贤章呢就五花八门 里面有这个格言啊 有景句啊 有摘号啊 有姓名啊 还有这些这个像您这种诗句的 我们再说它的材质呢 像这个寿山石呢 属于这种软料 它等于是玉器的替代品 一直到战汉也是这样 什么时候开始变成印章呢 目前呢文献是元代王勉 它是最早用青田石开始作为篆客的 我相信呢 这个寿山石大概应该是同时期 或者稍晚一段时期 所以到了这个时期以后 寿山石就广泛地用在这个印章上了 明清的时候就进入了高峰期 其中到了清代的时候 又受到了这个皇帝的喜爱 你像这个雍正皇帝啊 和这个乾隆皇帝的寿山石的印章 都在百位数 所以呢 这枚印章呢 我给一个文化复制 来 文化复制已经输入系统了 我们暂时封存 请鉴定喜来 变价时针 请您踏浪而行 有请 先挑挑那个主持人的毛病啊 这个一两 田皇一两斤是老皇帝了 现在市场说法 大概一两 田皇九两斤可能都不止 我们鉴定一方印章呢 主要是从三个角度 第一是它的年代 从安阳殷须商三喜开始 一直到明清时期 这方印章大体定在明清风格 是没有问题的 第二呢 就是我们要看它的实料 田皇是寿山石的一种 那么寿山石呢 大体可以分为 有田坑石 有水坑石和山坑石 田坑里出的寿山石 是品质最高的 那么还有一类呢 就是山坑 山坑的品质略显得甘松 但是当然也有名品 那么山坑石里最有代表性的 比如说就是 第一就是芙蓉石 这个您这方印章 可以确定就是芙蓉石 第三点就是印文 这方印章呢 特殊在它还有一个款 黄吕是个人 是个刻章的名家 也是一个画家 他生活在大概就是 康熙雍正乾隆时期 那么因为他名气比较大呢 当然后代仿他的章也比较多 黄吕这个人 他刻的印章 从历史来说 应该是归到晚派系列里的 但是我们从他这个 印文的刻法来看呢 他又不是典型的晚派 就是兼具了晚派和徽派的 部分特征 那么这方印章呢 就有可能 不是黄吕本人的印章 那么这方印章 我们对他的评价究竟如何呢 经我鉴定 真品 我的个人建立一件事 这是一枚民国时期 仿黄吕的芙蓉石 贤章 不是黄吕本人的真品 那么首先从石材来说 芙蓉石开采得比较早 元明时期就很常见了 但是这种芙蓉石的石种 在晚清民国时期又特别流行 它是在 在这个淡黄色的基础上 又有点淡红色的皮色 这种石种 晚清民国时期非常流行 第二 这方印章除了它印文之外 刚才我没有说的是 它还有印钮部分 印钮部分呢 明清民国三个时代的印钮 各不相同 我们见到的民国时期的印钮 应该是这三个时期 刻的最为粗糙的一个时代 这个印钮呢 刻的不是非常精彩 就是刻的整体是一个竹节形 然后有一根竹子 有三片叶子 有两个蝙蝠对着 就是它的这个构图啊 是比较矮板 那个僵致 这个题材呢 也太大白话了 就是祝福 跟这个文人这种含蓄啊 这种美感 还是有一点格格不入 黄缕那个时代 不会刻出这种钮 印文刻得很好 是方弦章 叫戴月梨花 但是呢 刚才我提到就是 一个是它的这个风格 不是很明显 它是仿这个黄缕的 晚派风格 但是仿得不到位 第二呢 就是它的刀法 冲刀法和切刀法 运用的都不够娴熟 因此呢 我断定它是 民国时期的一件仿品 感谢专家的解读 请您输入鉴定估值 鉴定估值也输入系统了 再来听一听市场团的分析 首先呢 这是件寿山芙蓉石 质地非常温润 在材料上 它是比较有价值的 质地一般的寿山芙蓉石 大概价格在千元左右 这种质感的寿山石呢 它凝结度非常高 通灵度也比较好 一般情况下 这种质地的石头 是在几千元左右 从原雕艺术的角度来讲 它的这个印钮雕刻 属于一般水平 收藏空间和价值感 稍微弱一点 但是呢 我们的这篆刻印文 非常清晰 虽然年代久远 但是保存非常的完好 没有任何的磕碰 我给您一个市场报价 它的报价是 五千元 来揭晓鉴定估值 六千元 揭晓文化复值 一万两千元 您什么感觉呢 还是很开心的 因为毕竟是个真品 而且也知道 它的背景文化 对 好的 藏品可以获得 《华山论剑》颁发的 真品证书 恭喜您 有请 《华山论剑》 绑橙画的 它是现在绑的 现在 现在 清花料也不对 我听 我跟你讲 橙画实际 清花的叫平等清 平等清比的颜色 发沉重 而且画的过于反乱 你看这块画的 过于反乱 没有层次感 而且这个是官邀 而且小孩你看 一个模仿 千人一面 而且整个没有 深浅过度 这种什么的 就是浓淡干湿 没有 官邀画成这样的 可能不行 而且这种 没有层次感 这是一造品 有请下一位藏友登场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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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 您怎么称呼呢 我叫书月 书月 你好 看一下你带来的藏品 是一个大罐 我们把它拿出来 来 介绍一下 你的藏品吧 它是一个元代的 叫白地黑花大罐 这也是典型的元代时期的风格 感觉比较奔放 比较粗犯 你是怎么得到它的呢 是我爸爸非常喜欢收藏 然后是前几年 我们去欧洲旅游的时候 他在一个古董店买的 花了多少钱呢 当时花了折合人民币 好像是三万块钱 那为什么过了几年的时间 才想到要鉴定呢 是这样 因为我爸爸特别喜欢收藏嘛 然后他之前收藏的这一类罐子呢 上面画的这个花纹都比较粗糙 但是这个罐子的花纹还挺精细的 所以他就有点拿不准 想拿给各位专家们看一看 鉴定一下 这就是白地黑喝彩 它的一个典型特征 你觉得这个还是比较细的 还有一个问题 也想顺便请教一下各位专家 就是这上面画的这个花呢 我爸爸也查了资料 但是一直拿不准 这是葵花还是菊花 然后我俩意见也不一样 我还跟他打了个赌 你觉得是什么花 我觉得应该是菊花 然后我爸爸说是葵花 然后我俩打赌 就说谁输了 谁刷一个月晚 这是下了狠心了 你准备好刷晚了吗 我觉得万一我赢了呢 那这件藏品先请您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值 好的 来 藏有输入的是 5万 为什么估5万呢 娃娃的意见觉得这个值5万 决定藏品价值的是它所蕴含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内涵 请文化团带领我们一起长河鞋针 长河五千年文明一脉船 藏友 您好 很高兴能够在这儿看到我们家乡的瓷器 因为我是河北人 然后我先回答您第一个刷碗不刷碗的问题 就是我个人的感觉 这种器物上画的花卉应该还是菊花 因为菊花其实它是在元代瓷珠窑瓷器里边 尤其像长风筝 还有一些罐和瓶上面经常常见的一种图案 但是这个确实画得很有意思 就是它的这个叶子和我们常见的瓷珠窑的那种三间形的叶 画得不太一样 它是一个单间形的 我猜测很可能是瑶公 它在绘画的时候 也是吸收了一些其他的植物的一些特点 把它融汇进去了 但是看它的这个花头来看 应该还是一个菊花 我觉得您这个刷碗的概率不大 行 行 行 谢谢专家 然后咱们这个瓷珠窑 在咱们中国北方进入蒙元时期以后 由于战争的破坏 北方很多的窑场都陷入到了一个停顿或者摔落的这个情况 烧造的瓷器一般来说都是非常粗犷的 但是瓷珠窑呢 就是它一反常态 在烧造一些粗瓷之外 它也烧造了很多具有很高的这种文化内涵 或者是这种绘画水平的高档次的瓷器 其实呢从元朝来看啊 元朝是一个中国大一统的封建王朝 但是元朝却是中国大一统封建王朝里边 汉化程度比较低的一个王朝 它在这个用人才的方面 经常是沿用一些蒙古旧制的 咱们中原王朝流行的是什么呢 是科举制度 但是元朝使用的并不多 根据这个学者的统计呢 有元一朝 它整个从开始到灭亡 总共才举行了17次科举 那么就导致咱们汉人的这些文人呢 他就没有了这个仕途上升的空间 那么他为了谋生 或者是他抒发自己郁闷的情怀呢 他就开始参与到了 这个瓷洲瑶瓷器的创作之中 就把他这个本身丰富的这种文化内涵 带入到了我们瓷洲瑶的生产中 他指点瑶宫绘画了很多 在当时具有很高艺术水准的瓷器 像我们熟知的这种古典文学的 或者原词原曲 或者是传奇故事的 都可以在瓷洲瑶的精品瓷器上看到 那么结合这件器物的文化内涵 我给您一个文化复制 文化复制已经输入系统了 请鉴定袭来变甲时针 请您踏浪而行 有请 这个刚才说到了 关于这个文式是菊花还是葵花的问题 确实在我们现在有一些个书籍上 也是有标菊花的 有标葵花的 因为这种文式在宋元时期非常流行的 包括我们北方的耀州瑶 定寮都有这种类似的花卉 但是我们如果深究的话 因为这个菊花是我们中国传统的十大花卉之一 而且还有四君子之称 梅兰族菊 它的原产地菊花就是在中国 而这个向日葵我查过 它应该属于菊科类 它的原产地是在美洲 据记载它是明代中期以后才传入到咱们中国的 所以说这种有原代风格的瓷器上面 就不会有这个葵花了 那我们来看看这件瓷器 气形做的是比较的饱满 上面是个圆口短径 白地儿黑花 画的整个的是我们的菊花 但是它这个菊花确实跟我们常见的不太一样 我们常见的都是一枝一花 但是这个是一枝 然后有两个小叉 然后又有两朵花卉 所以说这一点还是不太一样 跟我们常见的 包括它里面我们仔细看过 它里面也是湿的满幼 是黑幼 这个一般的我们瓷苗药做的比较粗糙 里面是不湿幼 直接漏胎的 还有一个 它这个底做成了这叫卧足 卧进去的 看上去这个足修的也是宽窄不一 那这样一个相对粗糙一些形质上的大罐 它是不是原代的 经我鉴定 真品 我的个人鉴定结果是 这是一件典型的原代四周窑白底黑花打罐 你看它这个气形做的很古朴 而且这个腹部很有张力的 包括它上面的绘画的风格 其实也是有瓷苗药粗糠豪放的特性的 但是这个它画的确实在同类的花卉当中 瓷苗药当中它是比较精细的 它这个花蕊一般的画的是那种玄状的 玄窝纹的那种 就很随意 但是它这个中间画的是网格纹 而且整体看这个花卉 显得是特别的有生机 所以说这件东西应该是同类当中瓷苗药的精品 因为在元代的时候 这个瓷苗药其实它的规模应该更加繁荣了 它不光内销 而且它还大量的外销 像您父亲如果从欧洲逃回来 包括一些日本 这都很正常的 因为流散在国外的是很多的 所以说我根据这件东西的品相 给您一个鉴定估值 鉴定估值已经输入系统了 再来听一听市场团的分析 您这件瓷苗药的这个花卉罐子的话 就是如果从我们市场的角度来说 我们挑一件瓷苗药的器 我首先一定要看它的器型 因为它这种东西 在元代之前 它的花卉文字是不多的 主要是单色药为主 瓷苗药已经是很少的那种 能够有彩绘给它进行装饰的 虽然它只有两个颜色 然后还有第二种 就瓷苗药的这个 从我们市场的眼光来看 就是说它一定要黑白分明 也就是说您这个绘画的颜色 一定要就是说 白的就白的 黑的就黑的 当然我们品质稍微差一点的 它的那个黑色的花卉文 就会稍微显得黄一点 或者是说模糊一些 然后品相的我也看过了 就非常的好 就没有什么后天的这些 导致的这些损伤问题 所以综合这个型好 还有它的绘画工艺 然后给您一个 好流通的价格 它的报价是 8万元 揭晓鉴定估值 6万元 揭晓文化负值 4万5千元 所以它合理的市场价格期间 应该是4万5千元到8万元之间 藏品可以获得华山论件 为藏品颁发的真品证书 恭喜你 有请 谢谢 谢谢 这个呢是一手绘的 这个风格呢 也是张大迁的 张大迁的一个风格 为什么呢 这个装束呢 是唐人 你知道吗 杨玉桓 就是这种 他为什么画这种风格 因为这个康制时期啊 有三年 他在中皇 民伯唐的壁画 所以呢 画成这种题材 这是按照张大迁的原作 一个民伯的一个作品 很多的东西 包括线条的装作 跟原作还是有很大区别 有请下一位藏友登场 你好 你好 你怎么称呼呢 我是韩卫军 韩先生 你好 我们通过大屏幕 欣赏一下您带来的作品 是一幅蝶系牡丹图 对 它的落款写的是雪涛 对 王雪涛的牡丹 是书画当中的名品 王雪涛也是 很受大家喜欢的 中国的这个小写意的这个画家 对 最近节目当中 来了好几幅有真有假 您的这一幅是怎么回事呢 大概半年前 然后我回我们老家 逛古完成 然后呢 在一个店里面呢 就看到这幅画 本身我也比较喜欢这种花鸟 这类的画 然后呢凑近看来看 王雪涛 然后又是我们寒胆老乡 当时非常喜欢 就跟老板砍价呗 他当时标价标的是八万 我心里面的预期呢 砍到五万 结果呢磨了好半天 最后也没有磨下来 很遗憾我就走了 然后呢又大概过了 有半年的时间吧 是不是又去逛一次古完成 看到这个店铺呢 转让 然后呢我就进去转转吧 进去转转一看 又看到这幅画了 然后呢是不是又 当时没有拿走 我这心里不是一直 心心念念的想这幅画吗 然后就跟老板又继续砍 最后呢终于成交 五万块钱我就拿走了 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好容易收到之后 发现他有什么问题了吗 为什么要来鉴定呢 平常因为本身 喜欢这样的画 然后也关注的相对多一点 因为我也知道 在网上呢 像这类的 这个王雪涛先生的画呢 大概也就在 十五万上下这样子 他们说我五万块钱 拿到手里了 所以说也想着 借这样的一个机会 让专家们给鉴定一下 看看到底是值多少钱 那请您收拾一个 心里预期的价格 藏有输入的是 十万 为什么估十万呢 我估价保守点吧 反正十万块钱 我觉得就可以接受了 决定藏品价值的 是他蕴含的历史 文化和艺术内涵 请文化团带领 我们一起 我们一起长河携针 长河五千年 文化团带领 文化团带领 这位仓友带来的是一幅 署名为雪涛的牡丹图 牡丹图大家是耳熟能详 不知道您有没有想过这样一个问题呀 为啥这种花叫牡丹 它不叫葵花也不叫菊花呢 有没有想过 其实明朝的李时珍会告诉我们答案 他曾经写过一部著作叫《本草纲目》 虽然说这是一部医学著作 但是在他写到牡丹条目的时候 写了这么一句 说的什么意思呢 在明朝的时候 咱们的仙人 已经开始对牡丹进行无性的繁殖 所以说 它的名字就叫母 那么颜色呢 以红色为主 所以顾名丹 这就是牡丹二字的来历 但是呢 牡丹的种植历史 还可以继续往前推 唐朝的柳宗元 曾经写过《龙城路》 有这么一个故事 说呀 在唐朝有个人叫宋山富 他善于种植牡丹 后来李隆基召见他 在离山广种牡丹 曾经种植了上万株 梅珠的颜色 造型 花形都不同 可见啊 早在唐朝的时候 咱们的仙人 已经开始对这种植物 进行旋种 同时进行杂交培育的新品种 那么基于对于牡丹的文化解读 我将会给您这件 署名雪韬款的牡丹图 一个文化复制 文化复制已经输入系统了 请鉴定起来变价时针 请您踏浪而行 有请 您五万块钱买的这张牡丹图 如果要是真机的话呢 您是捡了一个大漏了 捡了一个大漏 这是一个署款雪韬的 也就是王冶涛先生的 一个牡丹图 画牡丹是王冶涛先生的 一个重要的一个符号 红花绿叶构图布局 都是王冶涛先生的 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 实际在日常的鉴定 工作中王冶涛的作品 隔三下午就能见到 为什么呢 本身的牡丹呢 它的寓意非常好 富贵 而且呢 雅苏贡赏 在任何场所挂起来 都非常的信心 但是呢 这个艳品也非常多 为什么艳品多呢 因为市场啊 对王冶涛先生 真迹的需求非常大 实际呢 这个王冶涛先生的作品呢 有几条重要的这个鉴定要领 首先第一个呢 王冶涛先生呢 他诗出名门 对中国话里的理解是非常深刻的 其次呢 他的绘画呢 以情取为主 而且呢 诗法自然 长于写生 他的作品呢 铭动性非常强 基本呢 就是这几点 具体您这幅作品呢 是真是假呢 经我坚定 这是一座由干江穿城而过的绿色城市 自古人杰地灵 物华天宝 从千年海昏的举世主墓 到藤王阁序的千古流芳 这里诗情流淌 文脉绵长 中国革命的第一枪 造就了一座名副其实的英雄城 也让这里成为一座没有围墙的 红色革命博物馆 这里是南昌 通知 华山论剑2023全国巡回海选健保活动 第17站即将开启 时间 2023年9月9日9点到17点 地点 南昌市战前西路121号 江西公控艺术品文化创意产业园 华山论剑专家团现场坐镇 面对面为您变甲时针 只要您的藏品具有代表性 即可登上华山论剑的舞台 只要您的藏品被鉴定为真品 还有机会参与华山在线中华大连拍 垂群热线0298931 2913 详情一可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关注华山论件公众号 或论件华山小程序 经我鉴定 我个人呢 谢谢大家 还有没有 谢谢大家 来 我来 我来 你 ud 我们 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正常行情好的情况下 王雪涛这种牡丹加两只蝴蝶的 有三十万一尺的成交记录 就按目前的市场行情 不是很火的状态下 原则上牡丹加蝴蝶的这种题材 应该是在十五万到二十万一平方尺 这件作品呢 如果你二十万一平尺的话 能给你估到八十到一百万 这才是它真实的市场价格 这件作品我就给你一个市场的报价 它的报价是 认为是赝品 没有给出报价 揭晓文化复制 也认为是赝品 没有给出报价 那就很遗憾了 感谢您的参与 有请 这是一个古丁席 里面贴素的龙纹 这个东西呢 是仿源在龙前窑的 首先这个釉都是经过做旧了 里面贴素的这个龙纹 还有这个鱼纹 这个就没有那个圆带的 那个气势和风格 一看就现代感很强的 看上去就特别卡通的 包括底部 你看这个电烧的这个痕迹 这个都是人们故意坐上的 不对的啊 先生 有请本场的最后一位藏友登场 你好 你好 帮我个忙给你种 哦 好了 谢谢 好嘞 哇 哇 好大好沉的一件藏品 是啊 你怎么称呼呢 你好 我叫于思佳 思佳你好 我们打开来看看啊 好 是一个巨大 而且挺沉的一个 罐子 对 陶瓷的 我们看它的这个风格呀 这是歌诱的 为什么呢 它很鲜明 紫口铁足金丝铁线 它上面有这个冰裂纹 对 我们看一下它的底 好吗 底下面还有一行小字 这个字迹有点模糊了 是啊 我也认不全 就认识一个仿 仿品的仿和一个85 您是怎么得到这样的藏品的呢 是我爷爷在世的时候 我收藏的一个 我爷爷非常喜欢这个 然后每星期的都会拿出来把玩一下 那为什么现在要来鉴定它呢 就是因为上次我妈打扫的屋子的时候 翻出这么个东西来 然后洗一洗 发现这行小字不认全 就是是个仿和一个85 我就是心里在想 如果这是个仿品的话 那我爷爷为什么生前这么宝贵它呢 所以就上节目来向专家请教一下 它很漂亮 它上面的这个金丝银线 这种冰裂纹 给我们带来这种几何抽象的美感 那请你收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 来 好嘞 一半位单位 藏有输入的是 一万人 为什么孤一万呢 因为凭感觉孤的 但是我爷爷也把玩这么多年 怎么着也得值个万吧 嗯 决定藏品价值的 是它蕴含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内涵 请文化团带领我们一起长河携针 长河千年 文明已卖船 我们这位小姑娘藏友带来一个大大的罐子 其实我们知道啊 罐子呀 坛子呀 在早期的时候啊 并没有一个很明确的定义 后来呢 我们会把一些体型相对来说偏小 口偏大的 偏圆柱形的呢 称为罐子 然后呢 相反的 这个口呢 偏小的 体型偏大的 偏扁圆的呢 会称为坛子 就是这种啊 我们称为酒坛子 一提起酒呢 不禁使我想起来历史上的一个名人 也是我们唐朝的 李白 自太白 被称为师仙 酒仙 李白啊 应该是嗜酒成性 经常抱着类似的这种大酒坛子喝酒 到了元朝之后啊 我们这个高度的蒸馏酒啊 就慢慢的普及开来了 在元以前都是低度的酒嘛 这个随着酒的度数的提高啊 饮酒的方式也就发生了改变 很多唐宋时期的酒气啊 慢慢的就逐渐演变成一种 陈设气 花气 比如说像我们熟知的 玉壶春瓶 梅瓶 实际上它在宋时期啊 都是酒气 在康熙时期呢 这个 模仿这个 唐宋时期的这种酒坛子呢 烧制了 就是您刚才的这一类的 叫我们称为太白尊 或者是太白灌 太白潭的这种陈设 把玩 插花之气 所以呢 您这件这个瓷器呢 还是有一个很深的 而且也是符合咱们中国传统文化的 一个文化内涵 据此呢 我给您一个文化复制 文化复制已经输入系统了 请鉴定袭来变价时针 请您踏浪而行 有请 咱们这位藏友呢 拿了一个这个 歌幼太白尊 这种歌幼太白尊呢 歌幼实际上它仿制宋代的 五大名谣其中的一个 乳观歌定君 仿在这种歌谣 那么在明清两代呢 它就不叫歌谣了 就叫歌幼了 也就在柚子表面上 这种开片 那么开片呢 它有几种方式 你像我们这个大开片 我们叫谢兆文 那么比谢兆文 小的开片 叫百积岁 那么比百积岁 更小的叫什么呢 像鱼子一样 叫鱼子文 那么关于这种开片呢 实际上也能断定 它当时的年代 你比如明代的 我们称为叫百积岁 那么到了康庸前 一般就是开片 就是这种谢兆文 那么到了清代晚期 就是鱼子文了 那么其中呢 这种金丝铁线呢 还有一种 就是像我们腹部 这种红颜色的 我们说叫什么呢 叫扇鱼血 一般扇鱼血呢 全是在乾隆时期 出现的这种 开片的颜色 那么这种 现在市场上 仿品呢也很多 因为它没有画派 包括颜色 就是即使是同样一个年代的 它的开片大小 也是不一样的 那么这件呢 到底是什么年代的呢 真的还是假的呢 那么经我鉴定 滚滚长江 由南向北 陶陶汉江 自西向东 在这里不期而遇 两江交汇处 诞生了一座江城 也奠定了江城三镇鼎立的城市格局 水陆航运的便利 和南北交通要冲的位置 让这里号称九省通渠 成为中国经济地理中心 并发展成为中国中部最大的城市 这里是楚文化的重要发祥地 也是盘龙之城 黄鹤之乡 在路着屈子行淫 博雅古琴 李白放歌的千古佳话 这里是武汉 通知 华山论舰2023全国巡回海选健保活动 第18站即将开启 时间2023年9月16日9点到17点 地点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解放大道696号 武汉国际会展中心一层 华山论舰专家团现场坐镇 面对面为您变甲时针 只要您的藏品具有代表性 即可登上华山论舰的舞台 只要您的藏品被鉴定为真品 还有机会参与华山在线中华大连拍 垂询热线 029-8931-2913 详情一颗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关注华山论舰公众号 或论舰华山小程序 那么经我鉴定 真品 我的个人建立一件是一件清早期雍正时期的歌幼太白尊 那么这件呢我们可以从表面这个右水上来可以看 那么真品的右水呢 它表面的光感呢就像肌肤微微出汗的感觉 它既有光亮 但是又不刺眼 这种开片呢 你看它有层次的变化 也就是说有深浅的变化 我们称为叫嘉辉现象 怎么叫嘉辉现象呢 因为这开片呢 它每年都在开片 就像我们人每天都在变老一样 但是今天跟明天看不到 所以呢 你比如说三百年前的开片 跟二百年前的开片 跟前一段时间的开片 它会有一个颜色的变化 开片就是一个沟槽 这沟槽时间越早 也就颜色越重 那么我们再看看 底边这个胎 感觉到黄黄的 本来这个胎呢 应该是白胎 但是由于有护胎肉呢 就变成黄的 那么底边呢 还有几个字 一摇烧仿割肉85个 也就是说当时烧制的时候 只有收85个 那么基于那个数量少 而且又是这种 以大开片为美 那么我给你一个鉴定估值 鉴定估值已经输入系统了 再来听听市场团的分析 这是一件非常开门的 雍前时期的一个歌友台白尊 我查了一下 2005年 天津文物就拍了一只 跟你这件器物一模一样的器物 当时拍了是六万多块钱 如果按照现在我们收藏的一个基本的话 大概平均每年15%的增幅的话 六年就会翻一倍 这过了快20年了 应该翻三到四倍了 就普通产品 但是这件器物呢 因为现代人的审美 可能对这种器物的理解 还不够深入 他们觉得这种器物 反倒还没有像青花呀 像五彩这类器物的这个 增幅有那么高 我说一下现在建器物 它现在我认可的一个流通的价格 它的报价是 11万揭晓鉴定估值 20万揭晓文化复值 18万 所以它的市场价格区间 应该是11万到20万 什么感受 我觉得我爷爷每星期 拿出来好几次把吗 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我回去也会好好的 去珍爱它的 藏品还可以获得 《华山论建卫藏品》 颁发的真品证书 恭喜你 有请 节目进行到这里 本场的所有藏品 已经全部鉴定完毕了 再次感谢各位的精彩分享 谢谢 也要感谢北京天下谷完成 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掌眼收藏江湖 论剑 华山之巅 我是甜甜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 再见咯 妹妹们下周葱